这马达竟然有两套定子线圈和转子 拆解一个大众麦藤的电动助力转向机 简单看一下外部结构 首先左右两根转向拉杆连接前轮的仰角 然后是连接方向盘的接头 通过弯向紧和转向轴连接方向盘 转向角度传感器的线速连接转向控制盒 上面是转向马达 转向助力控制器 四致螺丝孔固定在元宝梁上 首先拆下左右转向拉杆 控制盒是粘上的所以破拆了 转向机控制器 供电 方向盘转向角度检测 这个口应该是连接行车电脑 供电进来以后呢 经过电容电感滤波 再给这边升压电感电容 3300倍法 25V 那么汽车的12V电压呢 就变成24V了 真舍得用料啊 这个电路呢 全部是同条 看一下电路板 这边是电源部分 25V 330V 主控芯片 菲斯卡尔 时钟晶体 产生时钟信号 英飞灵的电机驱动芯片 通过这些金属丝呢 控制电机 上面有防震胶 金属丝呢 非常的柔软 不知道是不是银的 通过这些金属丝呢 连接下面的电机 侧盖 上面有密封圈 转向丝杆 轮盘 皮带 连接方向盘部分的伤盖 上面有密封胶圈 方向盘的转向角度传感器 转向角度传感器 可以无限旋转 里面超级的简单 两颗霍尔元件 通过这两颗霍尔呢 检测磁杆量 来判断转向角度 两侧的磁环呢 有一定的磁性 拆下转向磁杆 里面有非常多的钢珠 转向角度 转向电机的动力输出轮 上面是斜尺 转向盘 转向丝杆 通过钢珠呢 连接这个外环 电机带动皮带 皮带带动轮盘 再通过里面的滚珠 控制这根丝杆呢 左右运动 来实现左右打轮 里面的这些钢珠呢 通过夹盖 放里面 可以看到里面的轨道 最后是转向电机 镶嵌在外壳里 所以咱们暴力拆解 卡的非常的结实 转向驱动马达 定子绕组 中间是自带磁性的转子 上面还包了一个 小套套 电机的供电 三项直流无刷电机 和电动车的后轮呢 一样 拆掉前机壳以后呢 可以看到里面 还有一套小定子 上面还有一颗积电器 控制板上也有一颗积电器 忘说了 这一组小定子线圈呢 非常的小 然后是转子 转子呢 是磁石 已经被砸碎了 上面呢 还有一个小转子 装了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我猜呢 是电机变频调速用的 第一次见这种电机 没有经验 所有结果看完 下一期呢 咱们拆解汽车发电机 咱们拆解汽车发电机